这台车的动力感觉呢 还是我们传统的插混式的两分法 首先在动力电池比较充足的情况下 那这台车的情况就是 当动力电池的电量在前三分之二格的时候 表上的这个绿色区域的时候 在正常的模式下 车辆基本都是靠电机驱动的 不管你是local还是高速 只要你不是特别早急的加速 发动机基本是不工作的 在这个阶段呢 车辆就好比是一台中规中矩的电车 动力的表现平顺性 大家基本可以参考电车就行了 在迅速的跑完了动力电池电量的前三分之二格之后 表显着动力电池的电量 进入到了蓝色可度的区域 这个时候呢 车辆就好像是一台典型的混动车辆 这个时候主要驱动车辆的就是发动机 电机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只有在低速蠕动或者在匀速行驶的时候 电机才会单独的驱动车辆 这个时候呢 那套我们熟悉的2.5升混动的系统的感觉就又回来了哈 这套系统呢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在丰田家的不同产品上都体验过这种感觉 在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声音还是非常高亢的 这个跟500H那个2.4T的混动系统有着很大的区别 500H的那个高亢呢 它是感觉到涡轮在介入之后 沙花的那种涡轮挤的比较疼的声音 而这套2.5的混动的呐喊呢 更像是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嚎叫 总体感觉这台车呢 是平顺有余 但你要说加速多暴力 也谈不上 总体感觉在混动阶段的动力是不如500H的 电车那块肯定是很棒了 毕竟它是电极驱动嘛 不是一个技术路线了 在正常的模式下 这台车不论是在混动还是纯电阶段 车辆都是由前驱单独驱动的 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 你比如说拐弯啊 有一些复杂的路况啊 有个坑挖啊 你急加速啊 后轮才会更加频繁的参与驱动啊 悬架调校的感觉 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一台没有科技 没有狠活的RX啊 配了一个比较重的车身 整体感觉 还是那个熟悉的RX的舒适范 车身重量呢 会感觉到比RX350重了不少 其实感觉跟上次试那个500H差不太多啊 它俩就差50磅 开起来基本感觉不到有多明显 但那个500H呢 它配了一个F Sport包 里面有自适应悬架 整体感觉会比这台车的悬架呢 更有韧性一些 这台车悬架的形成 感觉到明显是比那个500H长一些啊 高速上过一个起伏的路面的时候 车身也会有一个既熟悉 又舒服的忽悠的感觉 会感觉到车身比较重 但是它也不会有那种忽悠不起来的感觉啊 比现在市面上动辄5000多磅的自重的产品呢 还是会忽悠一些的 即便悬架在下落的时候 也不会让大家感觉到 有压着车架嘎嘎嘎嘎响 那种心疼的声音啊 它的车重呢 感觉会比350重 但是比现在市面上很多那些电车要插滚车 我感觉还是要轻一些 它的静音性呢 跟其他的RX也是一脉相成 做的都比较出色了 高速行驶啊 除了偶尔传进来点风噪声 或者你大脚踩油门的时候 发动机的呐喊声之外 总体上的噪音控制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 这个也是雷克萨斯家族车辆的一个卖力 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 也是比较舒服的 低速轻 高速稳 跟其他兄弟没什么区别 刹车的感觉还是说得过去的 刹车也挺紧致的 脚搭上呢 刹车马上就有反应 只是同样的刹车系统 踩着呢 肯定显得深的 比350那个车身要重一些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刹车的吃劲那个点 大概在刹车形成的前三分之一处啊 刹车呢 总体上也没感觉到有什么槽点 只是如果相对于之前是那个500H的刹车系统来讲 还是那个500H踩着更有信心一些 总体上呢 我还是那个观点 如果大家在选择插混 和在选择混动车型上 犹豫不决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要看你的预算啊 如果这些车型都在你的预算范围内 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个问题 就是看一看你的目标插混车型 那它存电续航里程 能否满足你平时代步的需要 你如果够 那你就弄个插混了 平时呢 代步主要靠电机 偶尔出个远门呢 也有发动机做保证 续航呢 也不处 那如果它存电的续航里程 不够你每天代步 那你还是找一个普通的混动啊 一个呢 是车比较轻 一个呢 车也相对便宜 油箱还大 这台车呢 我开这几天啊 标显综合的油耗 在36MPG左右 那话说回来了 我们在RX这些混动产品里 航评的话 抛开价位不聊啊 只说开起来的感觉 以及它的动力性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500H的车型啊